原神萌星一定要知道的五国突破材料商人 直接买不香吗 蒙德 在蒙德城这个位置 有一个卖女孩的小花朵 这里的风车局 是六星火神班尼特的突破材料 而且这里的塞西利亚花 也是温迪 阿贝多需要的 小炒灯 是迪卢克 菲谢尔的突破材料 凯亚 迪奥纳需要的嘟嘟连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而他的妹妹克罗利斯 在风起之地的小路上面 采蘑菇 找到他就可以买到 米卡需要的勾勾果 可莉 莫娜 巴巴拉需要的木蜂蘑菇 诺爱尔 罗莎丽亚 丽莎需要的洛洛梅 离月 在这个位置找长顺 可以买到钟离 克勤 虫云需要的石破 这东西真的难找 一定要买啊 在锚点附近找到石头老板 燕飞 北斗需要的叶博石这里有 在离月港找到柏兰 可以购买到叶兰 公子需要的新罗 在万书客栈这里 找到老板 可以买到胡桃 行秋需要的霓裳花 还可以去清澈庄小白这里买 上面这些突破材料 我们还可以去须米找秋未买 七七 白祖需要的琉璃带 可以直接在布补炉自行购买 里面卖的清新 也可以买给萧 甘雨 申鹤 香灵需要的绝云焦焦 也可以去找他爸买 到七 去到七城找到九十九屋店主 购买明朝给萧公和九旗人 去离岛找到这位帅哥 可以买到万叶 八重绳子需要的海灵芝 还是在离岛找小剑 买新海和五蓝药的珊瑚珍珠 须米 在化成哥这位小哥哥这里 可以买到散兵和科莱需要的树丸圣体菇 还可以去恒纳兰纳找兰尼玛购买 这里还有小草神和多利需要的杰波莲 找大巴扎猪特可以购买到尼路需要的帕地沙兰 在奥摩斯杆这里有一个超级良心的老婆婆 这里可以买到 木蜂蘑菇 蒲公英 琉璃带 清新 明朝 珊瑚珍珠 应有尽有呀 封丹在白松阵这里跟我来 找到奥特曼的兄弟安特曼 可以买到菲米尼需要的海陆花 在海末村这里找他 同样可以用零件兑换 在封丹亭这个位置 找这个欧尼 可以买到他哥林尼的彩虹蔷薇 还有洛洛梅 你们一定要记得收藏呀